哎呦不错 哈喽问小姐 这台能够实现在城市内自动驾驶 并且还搭载了华为鸿蒙车机系统的 几乎αS全新HI版的量产车型 现在就在这边 现在就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这个前保险杠 左右两边和中间的位置呢 分别有三颗激光雷达 同时在设计上 做了一些对应的熏黑隐藏处理 我觉得在浅色的车漆下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突兀的 但是在深色的车漆上呢 就会隐藏的更和谐一些 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了 毕竟它是能够实现 城市内自动驾驶的核心硬件之一 此外整车还有9个ADS摄像头 12颗超声波雷达 6个毫米波雷达和4个环式摄像头 接着车身前部左右两个一字板 分别有两个充电口 分别对应慢充和快充 我们接着看侧面 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 然后接着再看尾部 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我觉得这台车整体的设计 比较偏常规的轿车风格 并没有往轿跑上这一类型的设计靠 算是一个比较稳的设计 能够迎合大多数消费者 好那么量产车的外观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上车看 上来后你会发现 首先它有两块屏 分别是12.3英寸的仪表盘 和21.6英寸的中控屏 那么屏幕的比例 它是比较接近于这个待遇屏 所以说它很长 那么它分辨率是3840x720 那重点是 它采用了华为的鸿蒙车机系统 我们之前体验过鸿蒙的手机平板 对不对 那么鸿蒙的车机系统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得根据我们之前 所总结的一个好的车机系统的必备要素 UI UX 地图 云助手 还有流畅性 以及第三方的应用拓展来看它 首先这套车机的系统主意 还是以地图为主 但是因为屏幕的空间更多了 所以说它还能够放下 时间和车辆控制的卡片 等于说你主页有三个卡片 而且它们之间 大家看我们可以进行双指的拖动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你们知道吗 就比如说我要进行快速的进行设置车辆 就可以直接把卡片给拖过来 然后再进行快捷操作 因为这样子距离主架比较近 另外的话车辆控制的小组件 还可以再增加其他的小组件 来实现更快捷的操作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卡片 是大标题能够便于操作 所以说鸿蒙这套车机 它就用上了 另外的话 比如说常用的快捷按键 它是直接放到最左边的位置 它首先上面这三个快捷按键 是固定的 但是这下面这两个呢 你看比如说我要把B站换成 咪咕视频 直接把咪咕视频添加到这边来了 比如说我要把喜马拉雅 放到桌面上 它也可以直接放到桌面上 这个这两个快捷按钮的话呢 是可以自定义的 而且我还发现啊 它的系统设置 大家注意看到吗 它所有的界面啊 基本上都放在了一个层级上 所以说你只要打开这个设置 你基本上都在这个界面 都能够完成所有的操作 那么在其他的界面下 比如说像系统APP图标 和第三方应用图标 我觉得它的视觉分裂感 是比较强的 你看这个系统图标是这样的 那么第三方我滑过来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那么接下来这个功能 是我在其他车机上 所没有见到的 就比如说现在是我一个人 对吧 这个时候表姐上车了 不要看别姐 大家注意看屏幕 看到了吗 它现在自己进行分屏了 而且它还是等比例的进行分屏 左右两块的屏的大小是相同的 那么右边副驾的屏呢 它可以直接打开第三方应用 你可以看视频 听歌 刷短视频 而且我还发现啊 这块屏支持多点触控 所以说你左右两块屏 分屏的时候 同时进行触控时 它是忽不干扰的 但是切记 这种操作 挺好车时再使用 就比如说 这个时候表姐下车了 它的屏幕又自动切回到 单屏模式了 这就有点像华为的智慧分屏的 超级强化升级版 因为它不仅仅只是分屏 而且还能够单独控制 这就体现了鸿蒙的能力了 对不对 所以哦 我明白了 它为什么要把屏幕做成这种 很长的这种待遇屏了 因为它这样子的话 分屏能够有更好的体验 如果说你是常规的 比如说16比9啊 或者是3比4那种屏幕 你一分屏 它就变成了竖的两个长方形 这样的体验可能就不是特别好 而另外它这个系统交互啊 除了点按 像这种点按之外的话呢 它也是有一些滑动了 比如说直接上拉 它可以打开这个空调 但是我发现有个问题啊 就比如说你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界面啊 想要回到主页的时候 它是没办法多指或者是这样子 用手势回到主页的 要不直接点左上角 要不就是有一个实体按钮 直接返回到主页啊 所以说我建议它可以加入一个这个 多指操作 一下回到主页的话呢 这样会更加的方便 那除此之外的话 鸿蒙还有一个特性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 我上车之后呢 可以直接点击啊 左上角的按钮 选择这个AMZ 然后将这个视频通话呢 直接流转到这个车机的中控屏上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进行一些 比如说切换 切到怎么这个是我们大屏上面 对 然后我刚才说了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虽然说它有个广角啊 但是我们不如果想让对方彻底看到我们的脸的话 我们还是得稍微抬起来头一点点 但是这个情况下的话 建议还是在停车的时候 使用这个畅联通话的功能 对 所以说这样就很方便 而且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手机可以直接关掉 然后放到一边 另外的话呢 它可以直接将手机上面的应用啊 投屏到车机上 但是它相比于普通车机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注意看啊 首先我们先把手机投屏到车机上 好 OK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要打开WPS 你会发现我居然在车机上面 还能够开始写稿子 这种感觉 是不是很神奇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一般普通的车机 投屏上去的话呢 它只能进行一个镜像 但是我们投屏上去的话 它可以在上面进行任意的操作 所以理论上手机上所有的APP 都能够在这个投屏车机上面直接进行使用 那我们再看一下目前这个车机自带的第三方APP 其实有非常多啊 你看这高德地图啊 喜马拉雅 哔哩哔哩哔哩啊 我就不一一念了 目前预计有30多个 后续呢 还会持续的进行增加 而且通过我们刚刚的操作啊 我发现它整体的车机流畅性啊 还是比较跟手的 那么在硬件上 它采用的是7纳米的麒麟990A车规级芯片 中控的内存呢 是8G啊 仪表盘是一个G 所以说即便你开启了分屏模式 它也依然能够保持多任务的流畅性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鱼音助手啊 因为这一点我特别看重 因为在驾驶的过程中 我们的嘴巴和耳朵 是能够做到输入和输出的作用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 鱼音助手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车机的鱼音助手 小狐狸 我在 我要去机场 找到多个目的地 可以说第几个或下一页 选第一个 退出导航 小狐狸 我在 打开 哔哩哔哔哩 我的 搜索 返回主页 好了 现在大家可以把公屏打在小狐狸上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好用的鱼音助手 首先我们跟它对话的时候呢 不需要频繁的进行唤起来直接讲 就这样子的沟通会更自然一些 而且我刚刚也顺带给大家掩饰了它的所见即所得 就是你看到什么直接跟它讲 它就会给你立马的反馈 当然它还有一个功能 小狐狸 打开车窗 这就是它的分区语音 不过我建议啊 可以再加上一个音区锁定 避免有时候熊还是调皮 那最后这个地图的功能呢 因为我们像在车展上啊 所以说就没法给大家实际带来体验了 所以说 这一台几乎RF-S全新的HRA版 这一套华为的鸿蒙车机系统啊 我目前初步体验它来看的话 我可以总结出来有几点啊 首先通过鸿蒙的分布式啊 它可以使得手机和车机之间呢相互打通 并且呢 这套车机会更加的灵活 因为你一个人和两个人的情况下的 它的界面是可以不同的 并且它们之间的切换是无感的 我觉得这是重点 再就是它不再是专属一台车机的系统了 因为它整个鸿蒙的车机是一个平台 所以说第三方应用的更新速度啊 它不需要再单独的适配 所以说会更加的快 而且在后续的OTA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会更加的方便 当然 我觉得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啊 因为鸿蒙连接万物的能力 远不止车机跟手机这么简单啊 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套车机的实用性可用度已经非常高了 同时得益于华为的加入啊 我觉得它可以让车机的交互呢 变得更加的有意思 而且 未来的话呢 可以充满了想象空间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小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